解肠和过瘾这事儿呢 我讲过 吃饭的最低级的要求是冲鸡 不管什么烂七八糟东西 垃圾食品 你把肚子塞满了 就没有那种鸡的感觉 这就是叫冲鸡 甚至有饱腹感 但是呢 有些人把自己塞得很满 身体也很胖 但是他还觉得饿 饿呢就比鸡更高一个层次了 它是一种 我吃的虽然很多 很饱很满 但是我没吃到我想吃的东西 所以我还觉得饿 就是身体呢 就不停催促你再去吃 所以我们很多人减肥 瞎吃不吃五骨之后呢 身体总是发出个强烈的信号 让他觉得饿 让他去吃 然后他吃东西 又是在那种邪教的说教下 又是吃不是五骨 没有精华的东西 所以这种人身心俱疲 减肥减到抑郁症厌食症 形通 骷髅的人 大有人在 所以我们在正常吃五骨的话 五骨的种子里就有植物油 我们平常吃肉的话 肉里面自然也就 含有脂肪 也就补充了脂肪 所以正常的话 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或者是摄入 但是当我们觉得吃这个油 或者吃动物的脂肪香的时候 或者是解馋的时候 那证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它 好 好 好